湖北武汉的谭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建筑 它们大多隐藏在山坡上和居民楼里 经过升级改造后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武汉的新名片和热门打卡地 每天下午五点过后 谭华林开始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 在1.0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着225家商户 非常适合拍照 还聚集着美术馆 咖啡厅 文创店和各类美食小吃 那像我们平时店里你有哪些产品卖的比较好呢 比如像这些冰箱贴 然后还有那边的明信片都是卖的特别好的 比如说我们像这款明信片 一天差不多可以买500多张 我身边的这家小书店 就是武汉乃至全国的书店爱好者们 来到谭华林都要打卡的地方 两室一厅 三四十平方米的面积 却摆放着近两万册图书 在这个被书围绕的小天地里 不必征询店员 所有图书都能自由地拆封阅读 不同于常规的案类型主题陈列 在这里找书的过程多了寻宝的趣味 看看我都找到了什么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翻到了一百多年前 谭华林地区的老照片呢 在谭华林还可以品尝到很多特色美食小吃 那现在我买到的这个就是 以谭华林卡通形象小坛坛为设计主题的一款文创血糕 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盖章打卡一家特色茶饮店 他们家的奶茶就是和谭华林联名的 他们家这个杯子上面还有谭华林的一些手绘 老板告诉我他们家这个最高峰一天是可以卖出300杯奶茶 改造后的谭华林活化利用空间 引入新业态为街区注入活力 目前谭华林已经成为了武汉一个新的打卡地 单日最高游客量达7万人次